大威德天天晨曝 2023年11月2号周四 长春藤100专业SAT培训 美国名校规划助力孩子晋级 社团简讯 2024年北安春晚 已经开始征集节目 欢迎感兴趣的小伙伴们报名参加 业余爱好专业演出 个人和团体均可报名 思维夫特的粉丝们赶紧行动起来吧 泰勒的公司最终决定在温哥华加演 这位流行天后将在明年底 即2024年12月6、7、8号 在温哥华当趟的BC体育馆连演三场 温哥华都会区的小伙伴们一直在抱怨 泰勒最新的世界巡演时代 没有温哥华的形成 有种被抛弃的感觉 后来多伦多争取到了 更激发了温哥华私粉的斗志 思维夫特现在是全世界最吸睛的歌手 可以在温哥华亲眼见到他 对歌迷来说将是终生难忘的体验 怎样才能买到一张票呢 据说首先要成为一名粉丝 然后上网注册 得到电邮回复后 就可以到真正卖票的网站碰碰运气了 在线抢票活动将于今天开始 一直到本周六结束 温哥华都会区仍然处于卖方市场 10月份的房屋销售量 环比去年同期增加3.7个百分点 据大温房产局的数据显示 销售量仍然落后于对房屋的长期刚需 新上架房屋4664套 环比去年上涨15.4% 比温哥华都会区10年平均数字高出4.8% 10月份实际销售的1996套房屋的均价为1196500家刀 环比去年同期涨价4.4个百分点 比今年9月份仅仅下降了0.6% 据央视网报道 中国自然资源部公布贡嘎山等九座山峰高程数据 其中贡嘎山高程数据为7508.9米 四姑娘山高程数据为6247.8米 长春藤100教育专业SAT培训 美国名校全程规划 助理您的孩子步入顶级名校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大威德登山队社团 和德国PM全校营养素NIKI团队 特别支持播出